我們小時候一定聽過一則勵志的故事 一位耳熔的大叔經歷過上千次的實驗 終於找到一種合適的材料 發明了電燈 這一位大叔就是發明大王艾迪生 然而我們長大後卻發現 欸,這個燈泡好像不是艾迪生發明的 艾迪生甚至被魔化成吸一個奸商吸一個專利蟑螂 那到底電燈是誰發明的? 艾迪生是不是又被黑過頭了呢? 那我們得先從電燈的歷史說起 電燈顧名思義就是得靠電才能發亮 在還沒能使用電之前 人們使用蠟燭、煤氣燈、油燈還有火 人類很早就發現電了 也早就知道電燈的原理 1761年 一位英國的科學家艾比尼澤 他最寫給富蘭克林的信中提到 只有把萊鈍瓶裡面的銅線加熱 電流足以讓銅線變紅產生光亮 這時的人們雖然知道有電了 不過這個時候電池還沒發明 沒有穩定的電流一切都是白搭 終於在1799年 福特發明了電池 人類終於可以把電燈轉為化學能 把電存在容器中 有著一個重大突破 科學家們很快對電燈進行了魔改 首先在1802年 英國化學家漢弗來戴維 機油電流通過駁發出光亮 這個駁具有足夠高的電阻還有高溶電 不過這種電燈既不夠亮也不夠持久 1806年 戴維再度捲土重來 它展示了一種更強大的照明模式 待會透過兩根木炭棒之間產生的電弧 發出了巨大的光芒 這一個就是電燈的祖先胡光燈 只不過當時沒有夠力的發電機 因此胡光雖然亮 但仍然無法普及於民眾 1870年 比利時工程師發明了直流發電機 這種發電機可以提供穩定且強大的電流 從此胡光燈被廣泛的使用於路燈上 只是胡光燈經常閃爍 又有4次的噪音 於是科學家又開始把注意力 轉移到另一種更穩定的燈泡 白紙燈 從戴維首次的燈泡時間算起 接下來的75個年頭 燈泡都有猛爆線的發展 歐洲各國科學家無不投入電燈的改良 有些還獲得了專利 1838年 比利時的一位畫家馬賽林喬巴 使用碳絲發明了一種真空的白紙燈泡 1840年 薄線圈誕生了 只是薄線圈太貴了無法量產 隔年英國的莫林斯 獲得了白紙燈的第一項專利 而到目前為止 電燈都跟咱們的發明大王愛迪生 沒有半點毛線關係 居同技在地生燈泡出現前 世界上共有22位白紙燈泡的發明者 講到這個白紙燈泡 它的發光原理是由電流通過燈絲 產生熱效應而發光 原理很簡單 問題就是人們找不到合適的燈絲 要碼燈泡很亮 然後燈絲一下就燒壞了 要碼燈絲很持久 結果燈泡一點都不亮 其他還有太貴、CP值太低的問題 總之沒有一款商業化的燈 而最終這些問題 都在1880年被埃迪生給解決了 因此發明電燈的功勞 就給埃迪生一人獨吞了 燈泡無法量產的原因 關鍵在於當時的真空技術不好 因為燈泡中有殘餘的空氣 燈絲一下就燒壞了 燈泡說沒頂多一兩個小時 終於在1865年 化學家赫爾曼 發明了水銀真空夢裝置 可以提高燈泡內部的真空度 讓燈絲可以更持久 未商業化的燈泡鋪設一條康莊大道 不過赫爾曼本人對電燈沒什麼興趣 他的本言是研究炸藥 對於炸藥頗口心得 早在1850年代 英國科學家斯旺就在瘋狂研究燈泡 使用的是碳絲燈 只是礙於真空與電力技術尚未成熟 所以搞不出什麼好燈泡 但隨著前面說的水銀真空夢的發明 斯旺在1800年從然熱情 又開始研究燈泡 終於在1880年獲得了英國專利 斯旺也開了公司 準備量產燈泡 不過這種燈泡的電阻很低 因此需要非常大的導體來提供必要的電流 所以即使燈泡可以持續40個小時 但還是不太實用 1875年 一位加拿大醫學生亨利·伍德沃德 和他的好友Hotel老闆瑪修艾文斯 發明了一種由氮氣填充的碳桿燈泡 這種燈泡廣受好評且潛力無窮 不過他們的資金不足無法繼續研究 於是在1879年把專利賣給了艾迪森 艾迪森這個時候是一家公司的老闆 在各個領域都有不錯的成績 買下亨利·伍德沃德的專利後 公司也開始大力發展白紙燈 艾迪森也使用了水銀真空夢裝置 打造了完美的真空燈泡 也成功使用了碳化棉絲 讓燈泡可以發亮10個小時 但艾迪森依然不滿意 因此在艾迪森團隊不眠不休的努力下 試驗了1600多種材料 最終找到了日本的竹炭斯 這種燈泡可以持續發亮1400個小時 足以商業化了 與失望不同而是 如果要使用失望的燈泡 就得安裝發電機才能使用 而艾迪森的構想是為整個社區設立發電站 因此艾迪森公司還設立了公用發電站的開發 艾迪森用他的主流電系統 先是點亮了一艘輪船哥倫比亞號 然後是一條街珍珠街 進而點亮一座城市曼哈頓 艾迪森確實是第一個 成功讓燈泡走入大眾人 不過在歐洲 無可避免的是兩位燈泡大王有了專利糾紛 主要英國法院判決艾迪森敗訴 只好被迫讓死亡入骨 合併成為艾迪森死亡聯合電器公司 而在美國本土 艾迪森同樣官司產生 被另外一位發明家威廉索爺告上了法院 國安司訴訟持續數年 六年後法官才判定艾迪森勝訴 但事情還沒結束 1893年 艾迪森的一生之敵西屋公司 靠著與艾迪森有過節的特斯拉 成功標下了芝加哥博覽會的照明業務 雖然西屋公司有優秀的典禮系統 但沒有好的百值燈泡 西屋有意與艾迪森購買燈泡專利 但艾迪森死活不賣 最後西屋找上了索爺 索爺燈泡雖然沒有艾迪森持久 但用在博覽會上出作有餘 芝加哥博覽會開幕當天 總統赫里夫蘭在演說完後按下按鈕 瞬間博覽會的數十萬盞電燈 綻放出耀眼的光芒 人們見證了科技的進步 相信電可以讓人類走向更光明的未來 而艾迪森輸給了叛徒還有所下敗將 想必晚上都氣得睡不著了 所以艾迪森不是發明電燈的人 艾迪森只是成功讓燈泡商業化 在艾迪森之前 燈泡早就有一個初心 只是有著各種缺點 甚至電燈的發明 也要多回科學家前輩們 在電學上有努力 如福特的電池 法拉蒂德的電池感應 以及赫爾曼的真空裝置等 艾迪森可以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結合前人的努力而改善了電燈 就像賈伯斯並不是iPhone的發明者 不過iPhone卻在他所上的誕生的 且艾迪森是一個團隊也不是一個人 他不單是一個發明家 更是一個大老闆 底下有優秀的員工為其效命 著名的奇特大王福特 交流店之父特斯拉 都誤成是艾迪森的員工 現在很多叫做出名字的發明家、科學家 都是艾迪森公司出來的 艾迪森可以在燈泡上取得重大的成功 也得多虧一位黑人工程師拉蒂末 而這些人的貢獻得到了專利 卻又全部算在艾迪森頭上 也讓他變成了發明大王 簡單來說 艾迪森確實是個偉大的發明家 但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一方面改良普及各種發明 另一方面購買各種專利 當然樹大招鋒 艾迪森與競爭對手的商業糾紛 也讓艾迪森天天跑法院 這種重大的商業紛爭 不僅會影響公司股東與債權人的權益 也會波及大眾投資市場 如果你持有艾迪森的股票 看到艾迪森官司殘身 想必也會很擔心吧 而且官司非日礦時 艾迪森與索爺的官司一打96年 我們台灣過去也有許多重大的商業糾紛事件 常常因為缺乏專業法庭或法院 以及擅長商業金融知識的法官來審理 就會造成裁判見解不一致 再加上司法訴訟程序隆藏 種種因素產生的加成效果 不僅依向當事人的權益 還讓企業商機受損 以但商業環境充斥的不確定性 將為此經營績效的大打折扣 更會嚴重喪失公司及產業的競爭力 還好今年7月1日 民視訴訟法及非宗事件法之特別法 商業事件的審理法上路了 宣法實施後 重大的商業事件 將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專者審理 可以妥善迅速專業的解決商業紛爭 為了讓審理更有效率與財惡及二審 訴訟也必須由律師代理 還設置了商業調查官 由具備快記投資財務分析 金融知識的專業人員協助 審判也更科技化了 可以線上傳送書狀 也能以網路遠距方式訊問審理 讓審判程序更加方便 商業事件審理法上限一個月後 動員電機與靈光科技 其南港輪胎與台風輪胎的商業保全事件紛爭 也在商業法院有效率的運作下迅速終結 司法院將持續因應商業事件審理的事務運作 滾動檢討相關法規及配套措施 以達到迅速妥視專業的處理商業紛爭 協助企業管理運作提供有效監督機制 落實企業的經營責任促進經商環境 提升國際競爭力的目標 想必是令人期待的